对那个什么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一二三班 把它分开来 把针对这一个范围的工作表资料 一班就放一班 二班就放二班 三班就放三班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首先的话呢 当然一般习惯上是这样 反正是一个范围 所以呢 我需要的东西清单 你可能也要先给它 所以这边可能我们会需要什么 先产生一个清单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清单的话 当然你要跑回圈 你就抓不到这个上面的名称了 OK 所以如果一般习惯上 一 我们如果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会先做第一个动作 就是先在这边先产生一个清单 也许我放L栏 那我大概做 那怎么产生清单最简单 很简单嘛 你就把A栏这边 把它什么复制一下 那里面有重复的话 也不用管它 用什么呢 贴上之后 用一个方法 叫什么 资料里面有叫移除重复 有没有 然后呢 有没有标题 有标题 按确定 它就移除重复了 刚好一二三班 清单就有了 那以后如果你要分割了 通常就是会先什么 先把没有重复的清单 有没有 先建立 第二步的话将来就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四列 那做什么呢 就是建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把它重新命名成这一个 有没有 然后再把资料倒进去 然后再换下一个 有没有 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重新命名 资料倒过去 三个步骤 那我大概演示给各位看 一你们如果要做的话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可能我们先不要这么骑着 全部 我们就先怎么 做批示新增工作表的动作 所以这个 总共后面的话 有四段程式码吧 那你们可以在云端上找到 第一段程式码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针对这三个 建三个工作表就好了 有没有看到 一二三出来了 但是特别注意哦 里面是空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按部就班好了 我的习惯就是 先做出来 然后再往下再走 再往下 你有时候程式太复杂 你可能会看投影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什么 第二个按钮是 批示删除它 删的话特别注意哦 跟那个删除力差不多哦 你记得哦 不要从前面删过去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删掉这个的话 它本来顺序在二的话 有没有 删掉它 后面本来是三 又移到前面了 那变成二了 OK 所以哦 删除列哦 建议从后面删过来 所以删除列 删除工作表跟这样 好 那又删掉了 那再来是真的怎么样 分割工作表 分割工作表哦 其实也是大概原理 就是新增工作表之后 多一个步骤 就是把这里面是一般的 就是把这里面是一般的 通通都抠到一般里面去 有没有 这边一般 抠过来了 有没有 就是一般的东西抠过来 二般 二般的东西抠过来 三般 三般的东西抠过来 然后最后移到前面 但是哦 这个方法 我是用刚刚的那个逻辑 就是一个一个去比对 然后呢 一个一个再抠过来 所以其实哦 这一段程式嘛 我是觉得太冗长 所以我改第四段 第四段这个是比较精简 用什么 用筛选 筛选里面有个方法 筛选 筛选这边不是 应该资料里面 各位用过筛选 那你可以什么 把那个里面的一般筛选出来 那再把这个范围 什么 call到一般去就好了 那这个动作 我印象中只有两行程式 两行程式就OK 第一个就筛选 给那个 我要筛选的条件 第二个是 用那个copy 刚刚有那个range range指的是 目前这个 目前的这个范围 我把它call过来就好了 其实就两行 两行程式就可以搞定哦 OK 那再来的话 我把这个筛选先取消给好了 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筛选之后 有一个延伸线的问题 就刚刚同学刚好问到了 怎么样 按钮怎么样 变形了 所以一样 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按钮不想变形的话 可以这样 先按 先按按键键 点它一下 然后按右键 在什么 储存格格式里面把摘要资讯改成大小位置不随储存格改变 底下都要了 所以按按键键 一个两个三个 这些全部都把它改 如果你这个有改大小不随储存格改变的话 那你将来在做筛选的时候 就不会变形了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 哎 没有 不会变了 不然你可能会造成那个 出生格变动的发生 第四个按钮就是 如果我今天把它删 这个就是用筛选 那有什么差别 它会连上面标题一起扣过来 扣过来 扣过来 那因为时间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就是把这四个按钮的程式 跟各位说明一下 当然我也不重写了 我发现这个可能要花满 但是重点 OK 我们逐一逐一来看 首先第一个 我应该把它删掉 第一个按钮是 我要新增 并且重新命名 这边的话呢 会需要学一个物件名称 叫做序词 序词指的是工作表 OK 那工作表里面呢 如果你要新增的话 它有个add的方法 add什么呢 后面呢 你可以跟他讲说 add到before还是after before指的是 哪一个工作表的后面 有没有 比如说我要在哪一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的后面 最第一个工作表的后面 就是should 1的后面 就是after 如果前面的话叫before 这个你可以打after或before 一般是放在后面 冒号等于是指的是 哪一个工作表 ok should 刮呼 那should 点抗是 你目前工作表有几个 目前一个嘛 所以刚好就放在第一个的后面 如果有第二个就放在第二个后面 反正就放在最后 这一句话的意思说 放在最后面的意思 新增工作表到最后面 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新增的这个工作的那个工作表 就去点抗就最后那一个工 就新增的那个工作表的名字 有没有 把它改成什么了 改成 特别是说名称在哪里 名称在这里 有没有发现 我外面包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 第二列在这 第二列 有没有 到我们 这个是二嘛 到四 有没有 所以一般二般三般 那我就for i 等于二到四 然后呢 抓那个名称的话呢 特别是这个 我这边就抓什么 抓 sales 的 i 列 第二列 有没有 的 l 欄 就抓一般 所以把名称叫一般 所以这个名称给他 但是呢 请可不可以注意一下 这边有个重点 哪个重点 前面加一个什么 序值 1 点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如果说 如果没加这个的话 程式一定会发生错 为什么错误呢 因为呢 如果 如果你按下 add 的话 等于按下 add 就是按下它 那这里面的 l 欄 里面有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啊 所以如果没有东西的话 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比较容易发生错误 是忘了加这个 如果你忘了加这个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跑一下来 你会不会看 它就一定会挂掉 挂的话 一定会 在哪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呢 新增之后 这里就错了 所以记得哦 一定要再跟他讲说 我的那个清单 并不是在目前的这个工作表 而是在 第一个工作表 所以第一个工作表 怎么叙述呢 就叫做 去词 刮符 第一个 或者是你上面 假设有名称 你也可以用什么 双引号 假设我那个叫VBA 你也可以打这样 VBA 这样也可以 的 的话就点一下就可以 去词VBA里面的 那个工作表 OK 如果你要第几个 你也可以改成1就好了 OK 就在那个里面 这样才OK 所以这样执行的话 新增工作表到最后 把最后的这个工作表 名称变成一班 然后换下一个 变二班 变三班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帮我怎么样 再移回到 第一个工作表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新增的 然后重新命名 一班 对不对 然后换下一个 二班 重新命名 变二班 换下一个 重新命名 变三班 但是最后他游标 会放在第三班 所以我比较贴心 点说 再移回去 叫Shit1.slate 意思是什么 帮我移到第一个工作表 OK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 这个是有关 那个 怎么样 你刚刚那边 那边 上面是Shit2 对 不是你这边 这边这边这边 那边是 对啊 这边 上面那边是 那名字是 VBA里面 那边是Shit2 这个你不用管它 主要是看瓜虎里面 这个名称 或者这个顺序 这个名称先不用看 主要是看这个 那个瓜虎的意思 顺序的意思 这个瓜虎的意思 是它的name的意思 瓜虎里面 就是它的名字就对了 OK 有没有发现 它这边变成 name 变成一班 变成二班 变成 它新增原来的名称 是什么 Shit 反正它自动会 产生一个序号 这个序号 基本上 我们没有办法 去变更它的 所以老师 你上面那个Shit的 s的括号的1 它的顺序是第一个 对当然 第一个 括号1是第一个 因为上面的就是index 它的顺序是第一个 所以如果 如果假设你今天1的话 一定是指这个 这个是1 这个2 3 4 OK 如果你搬动位置 那就当然就另外 它就是会换位置 OK 它不是永远都第一个 OK 好 大概是这样子 再来待会再来看 因为时间不多 所以 再来待会就看删除 3的话记得 从后面删 那你会需要多学一个叫delete 哪一个工作表 点delete 这个跟那个rose很像 哪一个工作 那我们要3的话 是3很多个 所以记得要跑个回圈 那会 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所以请跟也许先看一下 这个326的那个 后面这边 我是把它放在 底下的第五页 这底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们大概就是 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有关 怎么样把它新增工作表 然后删除工作表 最后把资料抠过来 大概因为时间不太够 所以我简单的叙述 如果回去 有时间的话 你们再仔细的 把程式稍微了解 不过这个部分 已经算是进阶了 等于是VBA里面 又再更进阶一层了 就是说 因为之前我们是单一个 工作表为主 那现在是跨工作表 未来当然你还跨工作部 工作部就是说 一次有档案 你可以 很多个档案 你要合并在一起 可以 你要把它分开 可以 你要把工作表 变工作部 可以 就是你可以 各种方式的弹性的 针对你的工作需求 去产生你要的资料结果 当然 这个以前如果用人工来做 其实相当花时间的 但是如果你用程式来跑 很多事情其实是蛮快的 就可以完成的 但前提我是建议的 很多事情 开头一定要做资料的正规化 因为如果你资料是正规化 就是说栏 栏里面就是大概长那样子的话 该有的资料有资料 资料库 资料表 那种概念资料的话 那你将来如果要做资料的分割跟合并 相对的也比较不用太去做很多的逻辑判断 那试一下 我是把刚刚的部分 放在云端上面的第五页的部分 如果你们有想要多了解的话